你今天 一个人过来 没穿制服 不是公事 没错 今天绝不是以检察官的身份 回见辩护人 而是以师兄的身份 来找我的学美和好朋友 你知道你这样说 我也很感动的 但是说是与案子无关 也是由案子引发的 我就知道了 那师兄请说 您有什么指示 法律方共的 你们知道这事吗 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我是希望 这个是嫌疑人的意思 跟你和凯文啊 都没有关系 刑法第306条规定 在刑事诉讼中 诉讼代理人辩护人 伪造证据毁灭证据 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威胁引诱证人 违背事实改变证言 或者做伪证 都是犯罪行为 应当处以刑罚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 律师伪证罪 如果我没记错 江东是这两年 因为律师伪证罪入狱的律师 四个 真厉害 我就是担心 你们别犯这种常识性的错误 你是担心我们 不能秉持法律的秩序 是吗 主要还是关心你 你是我学妹嘛 我记得当时 学法律那时候 不就经常这样吗 不管是你问我的 还是没问我的 我在你耳边 总是唠叨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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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叨 谢谢你的关心 你放心 你放心 我会和律所的同仁们 秉持法律秩序 不越雷尺般 我发现 我这检察官做的这几年 好像越来 越不会正常聊天的人吧 你到现在才发现啊 你到现在才发现啊 你知道我多怀念 上大学时候的那个师兄 神采飞扬 理直气壮 现在就不神采飞扬了 神采还是飞扬的 只不过 脑承持重了一些 谨慎